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科学回忆佬的时间 近日你看外的新闻 《十居其九》的主流媒体都是报道 就是欧洲和美国的那个温度上升的情况 有些地方 我不记得是美国南部那些 去到四十几度 涉事 欧洲都是 四十几度 我说的 香港我都见不少东西 如果你曬得最厉害 那时候去到维苑 维苑都有四十度 那些曬得最厉害 当然是曬得最厉害的 不过香港热得来是闷热的 那种的焗法 濕那种是非常难受的 不过anyway 这个暖化 真的很热这个问题 我相信现在大家都不能否认了 那些人还会说我是小冰河期来的 你都没有很久等到的 已经死了 是不是? 是的 你那些冰河期那些东西 以万年计的周期来的 这些就叫做远水就不会救到近火的了 现在就是说 我们今年都多说了这个全球暖化这个题目 但是那头说完 我又不想整天说 但其实就算这个星期的气候界那个新闻都说的 我们又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六月 如果看回数据的话 接着最近这个七月也都继续是非常的热 就算不是勇打风 你都看到香港是热得很厉害的 那种热法也是很令你想起先前一两年前那种热法 而这种热法也会想起好像真的比以前更加热 事实上从数据看到真的热了 今年你都会感受到了 这个意思 不知道今年 明年更加热 一直热 以得来现在有一个天灾 山火 我们去讲这个全球暖化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什么人首先找到这个全球暖化的趋势 这个很值得去反思的 其实我们经常讲全球暖化 好像是在讲这几十年前的事 但是其实呢 谁是做先锋去找到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呢 原来是很早的 就是早到一个地步就是 我们一直花了很多时间才能确认到这件事 原来是真的 因为呢 大家都知道气候天气这些东西 天天都有起有落的了 你说热了而已 那是因为纯粹夏天热了 纯粹是我们建了多些房子去热了 还是真的周围整个气候热了 你是要抽屎剝减很久的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呢 如果你看回整个气候研究呢 真是在讲到二战后冷战时期开始呢 才叫做认认真真去对待去慢慢去找到原来 真真正正是来自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后的那些活动 就令到大气累积得越来越多温室气体 于是乎就可以直接导致全球暖化 去到我可以说到今时今日才叫做全球共识 但是你间不中有些人都还是讲这些东西是假的 那还是会有的 但是要研究这种自然界的形象很难的 你首先要掌握到数据 人类的记录天气温度是很近代的时期 以前就是很热 我只是说很热 那热成是怎样都没人知道的 是的 你要有温度计算 你没有这个数据 你很难有研究的基础 是的 是的 那这里就要数回 刚刚答漏了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认定了一下 去研究气候全球暖化的先锋的人物 其实讲的是170年前 就已经是 大约这个时间 已经开始有个研究成果是发表了出来的 那这里就要介绍一个回忆一个人物 她叫做Eunice Newton-Foot 她叫Eunice 她是女性来的 那我们之前讲好杰出的女性研究者 其实还没讲她的 但是这里就要介绍这位人物 我觉得她做了一个很电机性的实验 而就令到我们可以说 开启了这个对于 温室效应和全球暖化的这个认识 那现在我们甚至乎认为 Eunice Foote Eunice Foote教授 她是这个Grandma of Climate Science 就是这个叫气候科学的祖母 一个这样的专称 那她做了什么研究 可以令到我们对她有这样的尊敬 那这样就很有趣了 在她做这个 先讲一下她的心路历程 她一个在19世纪初出生的女性 她能够受到教育 那其实这个已经是很少有的事情 也拜她本身的家族是比较显黑的所致了 那这里再讲一次她的全名就是Eunice Newton Foote 中间的medial name就是Newton 那台长你会联想到哪个? 一定是牛敦 是的 那她真的是牛敦后人 那她是牛敦家族的人 那也不代表她一定可以受教育 那她也是能够捉门对捉门 也都嫁给了一位律师 那然后就是她家里也都很小 把她送给她接受教育去读书 那也都很创先河的事情就是 她原来是第一位女性 去发表物理学的研究成果 去物理学的学报那里的期刊那里 那原来她是第一人来的 那所以她自己本身研究的事情 就不只是气候那么简单的 她本身也是去研究 研究这个自然哲学和物理学的 就是不枉是牛敦的后人 这个牛敦家族的 她原本是姓Newton的 她加了老公才加入Food在后面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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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冠夫性的 那这些我们会明白 那她本身有一个家族上是 令到她有一个研究科学 甚至研究物理学 一个很好的基因 那她就设计了一个什么的实验呢 这个实验其实在很长时间都受到争议 而未是很受到认同的 那她就在自己的一个 家里的一个实验室那里 她就想到设计了一件事 她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现在越来越烧得多 排出很多的二氧化碳 当我们去大气越来越多 周围越来越多二氧化碳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身处的环境 感受会是怎么样呢 一个很简单 由我们自己中学读的物理学 我们会读过一课书就是说 不同材料的东西 它能够装的热的容量是不同的 有些东西装的热的容量很低的时候 你给一点点热去 它的温度就会上升很多了 譬如水是一个 热容量比较大的一种物料来的 你要给较多的能量 才能够令到水的温度提高 所以水是一个比较方便和便宜的 一个吸热、散热、冷却的一种材料 如果空气里面的成份不同 会不会都令它的热容量不同 从而令到我们的温度感受都不同呢 它做设计了一个实验的 其实想起来很简单的 它拿两个氧 两个玻璃氧 一个氧就装着二氧化碳 一个氧就装着普通的空气 然后它纯粹就是量一下 这两个氧在被太阳晒着的时候 那个温度变化会是怎样的 的而且确它是成功测量到 这个氧氧化碳是更加容易被加热的 就是它是属于 应该这么说 它是更加容易吸着一些热在那裡 所以它提出了 所以这是一个温室气体的实验 这个实验的结果 其实它发表也没有什么人去理 也没有什么人去认同 因为大家认为 你的誤差可以很大 出来的结果也不是太明显 你很容易 其他有很多因素干扰 就让你重复不了这个结果 但是这件事可以说是一个开头 其实由它去发表了这个实验结果之后 要等了好几十年才有下批的研究 去呼应它这个结果 去结论这个全球暖化 其实整个全球暖化里面 是依靠了很多不同的理论实验观测手段 甚至乎电脑运算模拟 才能够下到这个结论 大家不难明白就是全球 你要证实全球暖化 中间太多骯髒的因素要抽屎剝减 譬如中间要经历了什么步骤呢 你去到近年 你要建立一个很大型的电脑程式 你去模拟整个地球的气候 你将那些地球上面的工业的活动 和那个大气成分的变化 全部放进去 也都将那个物理学里面 那堆流体力学的公式放进去 然后你去追踪看到 它真的会令到全球的气温上升 而且也可以结合过往的数据 来解释到过去解释到现在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模型是准的 就是说整个气候的研究 你不去用电脑模型的方法 你是说服不了大家去接受这个结果的 那当然了 再之前你也要建立那套流体力学的公式 那套理论 这些大气的成分 它是多了这样少了那样 它怎样可以令到 令到你计算出来的气温是高了低了 你怎样可以由个物理学里反映出来呢 那这里又有一个複杂理论在背后 那另外就是你那个实验上的设计了 你有没有办法去重新去建立一个更加可以信得过的实验 来去进一步验证 UNICE给出来的结果呢 那其实呢 只是由它做这个实验 到今时今日 你发觉用一百多年时间才走完这条路了 那这个就是很大程度上就是说 没有了一个比较现代化的手段 我们没有办法去确立到这个全球暖化的结论 但是反过来就是 当我们今天确认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我们都一定需要去确认回 当时去做这个好像看起来很粗疏的实验 它的贡献在哪里 那条路是可以的 它实验不是一定要很精致的 但是 都不是的 你发觉它这些实验 原来你只是和周围的背后的环境 你怎样确保它那个受热 受光的程度多与少 你用什么颜色 你发觉都可以差很远 所以后来你需要控制得好 你才能找到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结果 但是它去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是刚刚工业革命开始有多久的 而且是在英国 它那里是在美国 我估计它的动机当时 不是估计到后来发展到今天那么大事 嗯 我想它都想象不到 原来我们人类的活动 可以真的直接影响到整个气候 就是这件事 我们现在看到 是真的 由个数据来看 真是由工业革命就看都跳了上来了 就是这个数字就是 但是这个数字一直在加速 就是我想这件事就是当时 Eunice Wood 她没有想到的 去到今时今日这样的地步 所以那个动机未必说 證实我们一百年 一百多年之后 发生现在的病毒 但是问题就是 那么早意识到有所谓的 那个温室效应 这个又是一个很聪明的 很有元件的想法 嗯 没错 没错 但是问题就是说了这件事之后 多久才挖回她去做这件事 那问题是不是因为近年这个 就是对女性科学家 那个重新的认识所致呢 就是所谓这个 就是这个女性主义所致呢 其实我想都会是的 第一 就真的我们确认到这个全球暖化 那另外就是 当你这个学问练习好的时候呢 你就要懂得去告诉别人 你那个原来的学问是源远流长的 如果你能够去 找到一个很代表性的人物 来去纪念的时候呢 就能够加持到你整个声势 那我觉得又被她碰到 还要是一位女性 而且你如果看回Eunice Food的生平呢 她当年已经是非常去做 是一个activist来的 就是她用自己的身体行动来告诉你 哎 女性都做得到 那这个是其一 我觉得她面对的挑战 一定是比后来 到20世纪那些女科学家更加大 就是如果在当时 她走她的步伐比居立夫人还早 你想一下 如果比较 那 然后就是 还是怎样呢 是的 她参与的也是有份去 follow up 这个解放黑奴的运动 就是她本身那个平等 就是追尋平权 性别平等 那样东西似乎是入了骨的 也是在她那个科学以外的那个信念 也是有体现出来的 嗯 那在科学史上面呢 我们都发觉有很多先驱呢 其实就埋没了啦 要是后来找回 哦 生活在不适当的时候 如果你到现在 就是你再看回的时候 那为什么当时不重视她这个看法呢 那我相信在科学史上面不止她的 还有其他人 是的 是 是 要有慢慢的 不过现在呢 我相信那个对那些paper 对那个原创性的那个 的保障是大很多 那后面牽涉了一个问题 是专利权的问题 那你一有了个专利权 一找 谁要分钱呢 那神早就知道 就是立刻知道 谁是那个最先的 就是创造这个东西的人 那我们今天就完成了这个五节的科学生日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 分享 留言 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甘祥工作室节目 好 好 好 嘢 好 我们去到最后 有所谓的 适得 好 好 有所谓的 我 好了 好